台北市终于开放餐饮业内用 市长柯文哲特别前往 信誉区知名百货的美食街 视察实际的运作情况 他除了肯定业者的防疫作为 也提醒民众开放初期还是要小心 并且承诺会设法让餐饮业 从业人员尽早施打疫苗 双北餐厅正式开放内用 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到百货公司 每时间视察隔板 消毒 食联制 无现金支付等防疫措施 一应俱全 各段时间我们潮湿 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 就是无间铺的付款 所以其实就是电子支付的方式的部分 现在目前在整个铺的使用率上面 是非常高的 我们尽可能不去做收取现金的这个动作 好不容易等到开放内用 餐厅担心疫情再爆 自我拉高防疫规格 原本52席座位只开放14席 座位间距拉开到1.5公尺 烘焙产品也不裸麦 直接包装好避免碰触食物本身 柯文哲肯定业者防疫措施 承诺会设法让餐饮从业人员尽快打疫苗 台北市的这些不管是美食街还是餐厅 它都会相当注意这个防疫的问题 所以这个隔间什么都够 那我们也希望说慢慢慢慢让这个人流慢慢可以回升 不过在初期还是要小心 另外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尽早可以打疫苗 开放第一天内用大约六成 选择外带的有四成 柯文哲提醒初期还是要小心 滚动式修正防疫措施 希望能让顾客慢慢回流 一起守护着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 记者游祥廷台北采访报道 全国降为二级警戒 各县市环保机关的防疫消毒大队 可以说是劳苦功高的一群 因为他们穿梭在有确诊者足迹的地方 努力清洁消毒 在第一时间降低病毒的存在风险 让民众能够安心生活 台湾从五月份升至三级警戒 全台进入高度戒备 除了医护人员努力救治确诊者 还有一群劳苦功高 默默守护民众的人 那就是环保机关的防疫消毒大队 时间上大家要自己会调试 什么时候要调判你出来做疫情 不知道 防疫消毒大队穿戴防护衣 背着重达二十五公斤的机器与药水 向周边环境喷洒消毒 另外像是车载式喷药机 各式新型器具 都能针对不同的环境 彻底清洁消毒 这个个数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只要没有办法清理 所以我们就随时随地要去切断 它可能的传播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环境的清销 并免它透过环境去做传播 从去年成立的防疫消毒大队 累计已出勤超过三十二万四千人次 清销面积达到一千两百三十二平方公里 同时也与化学兵合作 第一时间降低病毒存在的环境风险 让全民能安心健康的生活 介绍从德华成本报道 防堵疫情 政府力拼全台疫苗接种率 民众预约疫苗必须使用疫苗预约平台系统 但立委高宏安指出 上限近一个月的疫苗预约系统 包括预算来源 采购和招标的程序 在政府的电子采购网上 完全看不到标案 至于违反采购法 呼吁政府应该将资讯明确揭露 民众动动手指 进到1922网站或健保快意通网页之内 就可以登记想打的疫苗种类 不过近来民众对疫苗混打 以及第二级预约登记乱象 产生许多疑问 立委也质疑 有关平台讯息除了网站查不到 国会办公室也早就在6月24号 就发函卫福部索取资料 却被已读不回 特别采购的这个处理办法第五条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机关首长或授权人员 核准你才能使用105条 如果你今天依据特别采购的招标 绝标处理办法第七条 今天特别采购的这个机关 你办理绝标的资料 你要公告或定期会送主管机关 而且依据施行细则 你绝标日期30日内要进行公告 虽然我们是紧急采购 但是监督的机制还是存在 资讯系统现在有一种比较先进的想法 它就是敏捷式开发 它在开发当中 它也会随时去调整这个需求 立委指出 依照政府采购法第105条 其实去年推出的口罩预购系统就使用过 但由于疫苗采购在去年底预算就已经通过 行政院也在今年二月底宣布 疫苗将在第二三剂陆续到货 但距离疫苗预约平台上线 其实还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政府的采购程序究竟在哪里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采购的程序 但是我们大概就会用政府的采购法 第105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在人民生命身体健康 遭遇到紧急危难区 紧急处理下优先筛选指定 前已具有预约系统 充足经验及绩效之厂商 紧急投入建制 明代质疑政府先前常常喊超前部署 却在今年六月底前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 来面对疫苗预约接种规划 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公开说清楚 并改善平台问题 才能够维护民众权益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全民丰奥运就连诈骗集团 也搭起时事热潮 在脸书贩售中华奥会联名口罩 还附上运动员照片标榜正品 吸引民众下单 有消费者点选订购后 却迟迟职联络不上卖家 收到的也只是一般的口罩 让民众大骂业者骗很大 气得报警 脸书广告跳出贩售奥运口罩 还附上名人照片和新闻画面截图 厂商标榜医疗用奥会联名款 吸引民众下单 接着提供卖场连结 等到民众发现订单有问题时 却联系不上厂商 买家询问出货时间迟迟未得到卖家回应 等收到货却只是一般普通口罩 让民众气得报警 警方表示这阵子类似的案件 层出不穷 嫌犯抢搭时事 卖热门商品诱骗消费者 光是今年上半年遭诈骗人数 就比去年同期多出两成 警方呼吁脸书不是购物平台 非必要尽量不要再上头交易 如果遇到不明网络连结 也不要点选 避免各自外泄 建议还是向有信用的卖家购买 以免受骗上当 记得休息明天被报道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 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假时 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 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居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小偷 拔头 抹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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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虽然疫情警戒由三级降为二级 但防疫仍然不能松懈 新美市信庄区长林荒源 和地方明代出席新庄派出所临时听设的启用典礼 除了感谢基层的员警和里长防疫辛劳 更呼吁民众虽然疫情降级 但大家的口罩和相关的防疫措施都要做好 才能够确保你我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由警戒三级降为二级 新庄警分局新庄派出所临时听设 在3号举行启用典礼 受邀参加的新庄区长林黄元则表示 这项启用仪式不仅是防疫期间 首场对外办理的户外活动 尤其对里长还有园警们全力协助防疫工作的辛劳付出 表达感谢 这段时间非常感谢我们文教掌 跟我们这些警察同仁伙伴 我们这位在做疫调 这位在做防疫 利用这个启用 历史办公室启用的机会 感谢我们里长 感谢各位的支持跟帮忙 也感谢我们文教掌所率领的团队 我们这些警察同仁 真的都非常棒 新北市医长蒋跟黄服务处主任 蒋新章也同理新的表达关怀 并表示指挥中心宣布 从7月27号开始到8月9号为止 疫情警戒由三级降为二级 仍要提醒大家口罩不离声等相关防疫措施 要做好让病毒早日消失 我们到服务处还是需要量体温 实名制 虽然现在疫情三级降二级 但是还是要呼吁民众 就是还是口罩要戴着 然后请洗手 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二级警戒强化措施下 新庄派出所中级站启用仪式简单 现场所参加的地方名代 还有园警们都有戴上口罩 新庄区长呼吁大家警戒降级 防疫不能降 所有开放的场所 请务必戴好口罩还有落实简讯 食联制等措施 让防疫和健康都能够兼顾到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全国防疫降级 新北市也开放餐厅内用 但防疫措施还是不能少 市值区公所专程前往 辖区内的餐厅来视察 各餐营小吃店家也配合防疫的政策 除了食联制 量体温 座位也加装了隔板和梅花座 希望让民众安心在店内用餐 你好 欢迎光明 好 手部消毒一下 顾客一进门先扫QR Code 接着量体温酒精消毒 自从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以来 餐厅禁止内用 这家位在汐止区水队 接的台式料理火锅店 原本用餐时间都客满 但是防疫三级警戒禁止内用之后 生意差好多 好不容易忠于开放内用 店家也在一宣布解封 就开始备料座位调整 采取梅花座用餐 做足防疫措施 希望让民众能够安心内用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要采用梅花座 所以我们就是都要对着做 然后稍点一下 就是我们除了依照政府各项的规定 像是实名制 量体温 消毒基本之外 我们也添加了两台空气清净机 然后十四梅花座 隔斑等 然后原本的沙拉吧的小菜 都由我们店家帮客人夹去 座位的话原本是28个 我们现在调整为12个座位 就是一张桌子我们做了两个客人 原本是四个客人 然后我们都有采取割办 然后让客人安心的用餐 对 都闷在家里 蛮闷的 那现在就是开放内用之后 就是比较方便 虽然不会一直往餐厅跑 但是有时候出来办事情 或者是经过一些店家的话 就不会去困扰 没有办法内用 有时候简单吃个东西也是比较方便 同样也等好久的还有民众 终于可以进到餐厅里头用餐 虽然还是会有点担心 但还会选人少的时段来吃饭 对于店家的防疫措施做的如何 也会列为进不进来用餐的考量 而且区公所也针对辖区内的 几家大型餐厅业者来进行防疫宣导 包括梅花座 隔板 或是有没有专人夹菜等等 并且还是鼓励外带 各个我们餐厅 火锅 热炒店 我们也会多去做一个现况的一个了解 目前的政策要遵守我们这样一个用餐的一个规范 我们内用的一个规范 那那个如果说没有遵守的话 要罚3000到15000 餐厅的部分 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 也都会有设置隔板 那采梅花座的方式 那那个如果说是那个自助餐的方式的话 要有专人来做一个打餐的动作 那这边如果说消费者要离开位置的话 务必一定要把口罩戴上 因为它有火锅也有便当 就是比较多样化 也有炸物点心这样 还是会担心 但是就不会去那种 人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这边防疫做事做得不错 因为也是有梅花座 然后也是有消毒 所以比较放心 就是没有提供内容之后 我们就是采取外带的部分 那外带的部分的话 我们每个员工都有实施口罩 然后每天上班都有量体温 酒精消毒 我们会蛮期待就是 政府可以开放内容这样子 但是因为目前还是二级警戒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还是提倡外带这样子 三级警戒许多餐厅业者转型 拼外带与外送业者结合 虽然餐厅内容解封 不过外带外送的生意 目前还是占的大宗 疫情期间鼓励外带 现在内容也做足准备 要让民众都能够安心永参 九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疫情影响民众捐血意愿 全台闹血荒 新北市议员陈科明服务处 和捐血中心合作 在新庄区昌明街 举办了捐血活动 虽然当天英语绵绵 但民众还是踊跃前往捐血 而陈科明议员 也特别送上了精美礼物 感谢大家疫情期间 响应捐血 疫情关系捐血人数大幅减少 全台闹血荒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科明服务处 特别跟捐血中心合作 在新庄昌明街 举办捐血活动 虽然当日英语绵绵 但因为一员服务处 在活动前大力宣传 上午时间才一两个小时 就吸引了许多民众 前来捐血 民众捐血的情况 相当的踊跃 陈科明议员服务处 还特别为捐血民众 准备一份精美礼品 里头有一包白米 以及雏菌酒精笔 感谢民众捐血做爱心 以上新闻 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道 庆祝复兴节 新北市淡水区 以往都是在区公所 表扬模范父亲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改由区长 前往模范父亲的家中 来自证匾额和奖牌 其中住在逐围民权里 高龄98岁的蔡隆坡老先生 一辈子务农 拉拔11名子女长大 而他的一个孩子 就是肆意员蔡景贤 这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以往在新北市淡水区公所 都会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区长特别到市籍模范父亲家中 将匾额以及奖牌 送到模范父亲的手上 其中住在淡水区 被逐围民权里的蔡隆坡先生 融获这一次淡水区的市籍模范父亲 而他也是市议员蔡景贤的父亲 秀宣感谢齐政府给我们爸爸这个光影 我们这个洗水感到余有荣烟 非常感谢 那么爸爸呢这么多年了 当然他生了有四个男的七个女的 也是妈妈很辛苦 但是总是儿女嘛都还平平安安 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 也是以这个农家子弟的拼精神去做 那么至于是大臣小臣都不在意 能够有所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对家里能够照顾大家 能够帮忙大家 帮忙左右邻居亲朋好友 那因为疫情关系 当然所以说我们包括市政务的长官 因为疫情的考量就没有出席 由我代表市长来自政 父亲给的相关这个礼物 那龙坡先生他教育子女非常成功 他的子女呢有的经商 包括担任议员担任总召等等 来服务这个社会 那我们这个相关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 所以说我们特别代表市政府 来颁证摩案父亲的这个贺礼 长子蔡俊宏说 非常感谢师父给予光荣 而父亲蔡隆坡已经高龄98岁 育有四男妻女 父母亲从小务农将孩子拉拔长大 子女都传承农家精神 长大后有的在局场上展现成就 而有的则是成为为名喉舌的市议员 但都不忘父亲教导的热心工艺精神 因此在颁发匾额的现场 立委洪梦凯及市议员称卫杰 也都到场祝贺 今天代表侯宇市长来赠送这样的市集模范父亲 给我们所有的模范爸爸 其实天下的爸爸都是非常的辛苦 有各个爸爸才能够有每一个家庭 父亲节就快到了 我们诚挚祝福所有天下的爸爸 虽然现在疫情期间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心 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实至名归的荣耀 因为我们蔡景贤议员从年轻到现在 一直在为我们淡水来打拼 那我们这个蔡爸爸确实教导孩子非常有方 所以我们总召可以在为我们淡水地区 争取了很多的一个建设 那也让整个大淡水地区 不管是交通各方面 蔡景议员都非常的认真跟努力 区长表示由于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无法举办表扬大会 因此特别将这些荣耀 带到蔡隆坡先生家中 同时子女各有成就 其中是议员蔡景贤 不仅是为市民服务 更长期举办公益活动 每年都有许多辅助地方 弱势的捐助 而这也是传承了父亲刻苦耐劳 热心公益的精神 记者许段一带去采访吧 受到疫情影响 新北市取消模范父亲公开表扬活动 改由各区的区长道府祝贺 卢州区今年一共领选出 33位的模范父亲 其中年纪最大的 是高龄90岁 有9个女儿的林九星老先生 卢州区长庄茂坤代表市长侯友宜 致政金介指 贺扁和礼卷等好礼 祝福老人家 父亲节快乐 防疫不忘父爱 父亲节前夕 卢州区长庄茂坤 特别检榜市级模范父亲 林九星的家中祝贺 并代表市长侯友宜 颁政金介指 贺扁 礼卷 以及按摩枪等好礼 祝福他父亲节快乐 今年90岁的林九星老先生 韩信如苦养育九名女儿 女儿们也自足惜福地力争上游 每位都有很好的工作 让卢州区长庄茂坤相当钦佩 我对我们林九星这个家庭 特别的有印象 因为他总共生了九个女儿 大女儿大概是65岁 最小的女儿是47岁 然后全家和乐 那每一个人 包含女儿还有女婿 都有非常好的工作 有的甚至是当老板 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 林老先生的妻子 林里梅女士 今年五月 也获选四级模范母亲表扬 夫妻俩 对于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是为后辈学习的典范 他要顾家庭 他来顾夫 他来顾生日 三个顾家 家庭 家庭 一年一年 他的工作很重要 我今天很欢迎 很感谢 我们市长 我们市长 和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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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 跟我们庆祝 卢州区长庄茂坤表示 今年卢州区 共林选出33位模范父亲 每位都具备刻苦耐劳 教职友方 热心公益 孝顺长辈四大特质 不仅为家庭默默付出 也为社会贡献心力 值得大家效法与敬佩 妈妈 顾心节 朋友 爱你 记者 伦宏采访报导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 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 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 类型立案机构 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附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 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 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 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开门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患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波 化 移等就对啦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新北市汐止区金融国小的跑道 在107年全新完工 才短短三年就出现问题 原来是水利局在学校旁边 施作水铺满工程 疑似因为工程瑕疵 造成水量变大 就往超厂底下流 时间久了 地基掏空下限 对此事议员白佩儒 要求水利局尽快改善 希望赶在开学前修缮完毕 这是三年前 金融国小全新跑道完工启用 举办日走万步 践行活动的情况 红蓝跑道 再加上绿色点缀的大操场 整个换来一新 而且不同于一般的PU跑道 换成和市大运一样材质的 合成橡胶跑道 弹性更好 只是采用了几年 在靠近中心路这一侧 从去年就开始出现 严重军列下限 原因就出在市府水利局 在去年做的水铺满工程 配合政府的水铺满的工程 水利局的工程 然后造成我们这边跑道的下限 水利局工程完毕之后 我们这边还是没有办法 进行完整的复原 所以最近议员非常关心 我们这样的一个工程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在开学期间 能够有一个舒适安全的 一个运动环境 那因为当时在开挖的时候 又遇到连续的豪雨 那导致整个金融国小的跑道 它就是整个就被往 这个酋长这边来坍塌 所以跑道造成的裂痕 就是必须要重新来修复 那因为从工程完工到 现在陆续周边的这个 损坏的部分 零损的部分已经修好了 那就剩下这个跑道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特地来看 就是一来就是看 整个包商施工的状况 在结果成情后 议员白佩鲁也要求市府水利局 协助修闪复原 现在施工中也到现场关心 这件六个跑道 靠近外侧的四个跑道 都因为掏空拉扯 出现长长的裂缝 仔细看底下都是空的 就怕情况越来越严重 影响学童们的安全 所以要求尽快修复 今天特地邀请了学校 还有相关的单位 希望说不管是教育局 还是水利局 各单位都能够把这个 跑道的复原当一回事 然后让 因为这个跑道 其实不是只有金融国小的孩子 在用 其实下课之后 周边的邻居 他们都会来这边见走 所以在疫情之后 其实百姓们对于休闲的空间 是非常要求的 那因为现在疫情 今天大家围着金融国小旁边 绕一圈也不错 水利局给我的时间 是大概8月23号之前 他希望完工 但是因为遇到雨季 可能会大概8月底 不只学童上课跑步 平时也开放社区民众运动见走 针对下线损坏状况 也预计赶在学校开学前修复完成 让孩子们有户外操场 可以跑跑跳跳 加成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支区三生步道的樱花树 近年出现虫咬 病菌 白斑 以及硫胶病等状况 市医员郑宇恩 担心树木生病或者是坏死 让住民的赏花景点的美丽景致不在 因此特别邀请素医生前来 为三生步道的樱花树来诊疗 另外也研议维护作业 要让三生步道的樱花树 恢复往日景象 三支区三生步道是民众赏樱花的首选 不过近几年也发现不少的樱花树 都出现了虫咬病菌白斑 以及硫胶病等状况 担忧三支区著名的景点 会因为樱花树生病或是死去 让美丽的景致不在 市议员郑宇恩也办理了会刊 邀请素医生来为三生步道的樱花树做诊断 希望能够让景观永续 这个是虫 这个是虫 有动的是虫 然后颜色焦掉了这个是菌 对这个是病 这一棵来讲的话我会建议 就是说在中间 因为它中间的肢体有点太密了 人家体在一起来讲的话 它通风不凉 然后再来的话它也没办法做开展 三生步道有超过500株的樱花树 从入口处这几株 开始看起 发现几乎每一棵樱花树或多或少都有生病的状况 正常没有生病的樱花树 在现在这个时节 应该是绿叶茂盛 不过三生步道入口处的这几株樱花树 不但叶片不多 还有虫咬以及病菌 而市议员也期待经过书医生专业的诊断 能够好好维护并照顾三生步道上的每一棵樱花树 那我们也请到景观处 还有我们的树木医生 来这边走一下 发现其实三生步道的樱花 每一株都有一些小问题 包括有针菌或者是有虫害 甚至是可能经过台风的影响 它有断根的一个危险在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这边 好好的把它们救活 因为以往三生步道的樱花 它是我们新北市算是有名的景点 那如果没有把它救活的话 我们也怕三生步道会因为这样子没落 所以我们积极的来处理 然后也希望景观处来协助地方 经过树医生整体诊断三生步道上的樱花树后 针对有病虫害的部分将会加以照顾或是投药来防治 而死亡的部分也会移除并且于适合种植樱花树的季节在新补植 透过专业诊断后研拟维护的作业 要让三生步道的樱花树都可以活得更健康 花开得更好 也让三生步道的樱花美景深深不息 继续评判3次采访报道 随着疫情警戒降级 宫庙重新开放让民众来入庙参拜 新北市新店太平宫又陆续出现了虔诚的信众 太平宫也严格执行防疫工作 包括食联制、量体温 取消把握和抽签等 希望确保信众、残拜安全 早QR Code时明治、量体温消毒 现在要到庙宇拜拜 这些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都不能少 自从7月27号疫情警戒条降为二级之后 新店重要的信仰中心太平宫又开始出现虔诚的信众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 太平宫也严格执行防疫工作 首先你就势必要先戴口罩 两耳温消毒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十连制 本庙有采用APP 那个QR Code这个 外控管人员进出 庙方规划了单一出入口 另外也实施一人一住香 还有取消宝贝及抽签 避免使用共同器具 我们庙里本来是七个炉 那因为防疫期间我们改成一个炉 你可以拜全程 包括货电三点 但是最后呢 新屋就差一点提供了 这是我们改变的一个祭拜方式 而在庙中的休息区 椅子也采间隔方式 并且贴上标示提醒民众 同时庙方在许多地方都张贴了警告 呼吁信众不要逗留 不要饮食 祭拜完毕尽快离开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庙方表示 疫情期间不能入庙参拜 很多信众因为缺乏仪式感而感到不安 现在重新开放 让大家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寄托 当然也希望信众可以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保佑安康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国内疫情降到二级警戒 许多风景区及机关场所 都逐渐有条件的开放 新美市淡水区公有纳谷塔 圣贤祠 也开放让民众入塔祭拜祖先 但还是会进行人流控管 落实防疫相关规范 国内疫情趋缓 降二级警戒 许多风景区及各机关场所 都慢慢的逐渐有条件的开放 而新美市淡水区公有纳谷塔 圣贤祠区公所 也已经开放提供民众家属 进到塔里面来祭拜祖先 区长表示开放之后 还是会进行人流管制 纳谷塔的部分 之前三级警戒的时候 是不开放供民众去祭拜祖先的 那现在调降二级之后 就是可以让民众可以到 进到塔里面去祭拜祖先 但是我们有人流的控制 原则上就是控制 那个空间就是50个人 区长表示 公有纳谷塔是因为是室内空间 因此在开放之后 塔内的人数也会依照规定 进行人流管制限制50人 而另外在出入口的部分 也有进行防疫工作 也要请民众多加配合 最近纳谷塔还是一样 要十连制 然后要戴口罩 要量体温保持清销 然后进到塔里面 那做人流的管制 那这部分也请大家来配合 区长表示 由于现在越来越接近传统 节庆中元节 因此进到了圣贤祠当中 家属必须全程戴好口罩 入场十连制量体温保持随手消毒 以及防疫距离 以确保个人的健康安全 记者许多安一 代表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积极投入社会公益 让新北市新庄武胜公主委 林同顺相当肯定 因此用担任记者公会 顾问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 记者公会也特别颁发聘书给林主委 希望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成立一年半以来 积极投入社会公益 深获新庄圣武胜主委林同顺的好评 正好和拥有所供奉的主神官圣帝君 秉持既是救人的理念相同 所以林主委加入工会 齐心做公益 黄春山理事长 特地颁发顾问聘书给林主委 除了感谢他以实际行动支持公会 同时也肯定圣武胜 长期推动社会关怀活动 行善一举令人效法 感谢主委林同顺先生 能够担任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的顾问 那么今天来颁发林同顺顾问的聘书 同时我们也要更肯定圣武胜主委林同顺 秉持官圣帝君正义领兰的公益行善的精神 我们记者公会要以效法 先把自己的记者公会 文理事长和任总監事 和一些干部 来参加我们行政省府庭 在颁发顾问聘书的过程 包括圣武胜主持张慧梅 新庄丹丰派书所所长蔡天瑞等人 专程到场共襄盛举 尤其对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不仅善进媒体公正报导的责任 而且还默默行善助人给予好评价 记者公会除了新闻报导 平时都有在做社会公益活动 跟我们圣武胜一样的做公益 那今天很荣幸的来参加他们的顾问班政仪式 那我们圣武胜相后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拜拜祈求平安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说放你那句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人 来 输用楼肺一定要随时注意 压修人鱼火时的压借 建议栓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乳气 要栓点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乳子 输用楼肺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栓楼 不要注意楼要穿起来保佑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疫情改变民众日常生活 现在连借月书籍都有全新方式 新北市立图书馆从8月1号开始 全市105所的图书馆逐步开放室内空间 为了鼓励读者尽量借书不久留 因此特别推出了阅读包让民众盲借 由图书馆随机挑选五本书籍 民众借回家后才会知道是什么书充满惊喜 疫情警戒将二级新北市各场馆阶梯市分阶段逐步的开放 从8月1日起新北市内105所图书馆逐步开放室内空间 不过目前自周市演讲厅厅实听室与儿童空间等教义群聚的场地 依旧是维持暂停开放 不少家长也担心儿童空间不开放 儿童书籍就无法借月 为此新北市立图书馆早有准备 推出了阅读包让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书可借 我们在馆内有精心准备儿童的图书 那都装在这里儿童阅读袋里面 那家长进来我们希望说提供家长很便利很快速的一个借月服务 那就盲借只要随选我们的阅读包就可以办理借月 新北市立图书馆为了让跟着家长来借书的儿童也有自己的书籍 可以看特别推出了儿童阅读包 一个直带力随机挑选五本童书采用盲借的方式 小朋友将阅读包借回家之后才会知道有哪些书籍 可以说是惊喜又有趣 最主要这个阅读包的目的 然后我们的利益是希望说读者尽管来能够快速借月 不要再管设酒流 然后造成防疫的破口这样子 而相同的阅读包其实也有推出大人的版本 一样是随机挑选五本书籍盲借回家看 让民众能够缩短在图书馆中停留的时间 将疫情的风险降低 此外也可以透过盲借 阅读到平常可能根本没想过会借月的书籍 借此也让视野更加开阔 季晓平和万里采访报道 三级警戒期间各地商圈都受到严重冲击 新美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建强就指出 除了包含部分的商圈转型以网购为主 业绩逆势成长 观光型的商圈店家大多是苦不堪言 但也因此让过去不易推动的外送平台合作 和行动支付借由这次的疫情 让店家开始思考不同的建议模式 因为疫情升级三级警戒 这段期间严重冲击各地商圈店家生意 尤其以往以内用为主的餐厅更是苦不堪言 新北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建强就指出 疫情之下观光型的商圈影响巨大 不过危机也带来转机 趁着这个时机点促成了过去推动不易的 外送平台和行动支付模式 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那刚好我们之前在推外带 然后外送这些服务的时候 甚至是数位化支付 这些在平台的这些推动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那样的契机跟动力 那今年刚好遇到疫情升纹 逼得很多的商圈不得不直接面对 如何来做一些行动支付的推广 然后外送平台的合作 新北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建强表示 新北各地商圈形态不尽相同 像是中永和地区主打异国风情的商圈 这段期间以网购为主 反而业绩逆势成长 但消费形态的转变也的确让各商圈 开始思考该怎么调整和应应 消费者这个消费形态的转变 所以开始跟外送平台有合作 那接下来其实各个商圈 甚至深耕商圈 未来也应该会慢慢朝着这个方向 来做一些推动跟规划 我想未来的趋势跟消费形态的改变 会让我们更务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新北市政府听说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要推动 所以我想未来的方式应该是指日可待 疫情期间让商圈店家苦不堪言 虽然现在叛到了降级解封 但双北为了防疫仍然还没有开放内用 以及户外饮食 所以商圈在周末假日还是都会努力的宣导防疫 就希望疫情过后配合着相关规划 再次带来商机和人潮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中山里的奇迹公园 又多了一个新亮点 里长攀威志将空心砖涂上颜色 再排列组合隔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区块 打造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小花圃 还开放给里民任养种植花草 不但色彩缤纷也疗愈人心 红的黄的蓝的色彩缤纷不规则的排列 让你想到了什么吗 是不是很像电玩游戏里的俄罗斯方块 没错就是出自于这个创意 新店区中山里里长攀威志 在里内奇迹公园旁的一块空地 创造出这样一个五颜六色的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本来我们这个公园就做了一些梯田的设置 那因为有斜坡的时候 就要想说怎么样去把图挡住 然后让它种植可以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那刚好这个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玩那个俄罗斯方块 就想用空心砖把它彩色之后呢 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里长攀威志表示 许多人都玩过俄罗斯方块 而空心砖的排列其实就很像在玩游戏 所以他请里民协助涂上颜色 再隔成一个个的小区块 由里民任养种植花草 不少里民看见这样的创新巧思 都大大称赞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那我们从上面看下来啊 你知道那个好像是新北市的CIS颜色 你看好亮 好亮 而且它就有点像那个俄罗斯方块 这样子的组合 很有几何的线条 我觉得很棒啊 它刚开始放砖的时候 就知道它会很有成就 会很有成就 因为那个那种创意啊 会让人家感觉完全是一种创新 每个小区块都有不同的里民任养 可以自由种植各式各样的花草植物 这样缤纷的小天地 让来种花草的里民长辈都觉得很开心 里长攀威志就说 在这个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里民除了可以相互交流 最重要的是自我心灵的疗愈和放松 交流之外呢 还有一个疗愈的感觉 我这样说 浇水是一个疗愈 我常常提起他们说 你不要帮别人浇水 我说浇水是疗愈 那你帮他浇水的时候 他也觉得你可能没有认真浇 他也要来再浇一次 所以我就说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的区域 这样就可以不要帮别人浇水 不要帮人家做他这个疗愈的事情 原本灰色的空心砖涂上了颜色之后 排列组合之下 竟然成了多彩多姿的小花圃 现在更成了中山里里内最疗愈人心的小田地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许多人爱吃台湾的传统美食 藕龟乔 但您知道藕龟乔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新北市巴里区一家景观餐厅 就推出了藕龟乔DIY的课程 从馅料拌炒到揉制成型 让民众体验如何做柜 同时也怀念古早味 将芋头切成小丁块 再把香菇肉末等拌料下锅爆炒 再将以纯米将压制而成的硅脆 全部均匀混合 最后再捏制成型 这个就是传统古早味的藕龟乔 巴里区一家景观餐厅 推出了藕龟乔DIY 不但可以透过体验 学习到如何制作 做好的成品 还可以带回家细细品尝 你从芋头开始拌炒 然后去和这个香料 然后成型 然后一直到蒸 就是其实你回去 你就可以自己知道怎么做 所以真的还蛮还蛮不错的一个课程 因为你做完一次之后 你回去就可以 就是照这样子来做 在疫情期间 餐厅生意大受影响 所以业者也想尽了办法 开创不同的运营方式 餐厅经理颜子林表示 原本餐厅结合农场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DIY课程 这次因为中元节即将到来 想到中元拜拜都会做柜买柜 所以特别设计了这次的藕龟KLDIY 而课程因应防疫以5到10人为限 并且遵守相关规定 以少量人数为主 大概就是5个人以内 那最多我们就是接到10个人 然后我们也是采用梅花做 然后我们这个DIY的话 一个人是200块 那你做好的这个成品都可以带回去 那我们是以平日为主 那就是尽量提前一个礼拜跟我们预定 另外现在景观餐厅也开放预购成品 让民众方便拜拜 热腾腾出炉的藕龟KL散发着香气 也让人怀念起家乡古早味 餐厅业者提醒 因为需要事前备料 民众如果想要参加DIY课程 务必要记得先去店预约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进行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